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威特 这一系列的Vlog记录了我年末的时候 从New Haven到西雅图找我表妹的旅程 现在是早上九点,我准备出发啦 我今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的 一整天都要在路上 所以这条Vlog大概就记录了各种交通和各种中转 我第一站要去的是纽黑文的Union Station 从那里坐火车去纽约 因为纽黑文它本身没有机场 所以我只能从纽约坐飞机 我带的行李比较简单 就只有一个小箱子和一个包包 我现在已经到Union Station啦 我的火车还没有进站 所以我现在Lobby里等一会儿 这儿比较暖和 大屏幕上显示我这班车已经可以Boarding啦 所以我现在去站台 这个就是我要坐的那班车 我现在在站台挡车 今天纽黑文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但似乎到西雅图就天天都要下雨了 火车进站啦 现在上车了 从纽黑文到纽约要两个小时 沿途的风景还蛮漂亮的 看惯了高楼大厦 偶尔看一看小镇风光 就觉得很美好 刚刚在火车上小睡了一下 一早醒来就已经到纽约的Pen Station啦 我等一下就在这里换乘去机场 我现在在LIR上 从Pen Station到Jamaica 到Jamaica之后 再换乘一次AirTrain 就可以到JFK机场啦 现在是晴天 外面的风景很好看 现在是下午四点半 我在JFK机场的登机口 等着登机 因为我的航班是下午六点二时的 所以还要再等两个小时 现在天黑的早 所以四点不到五点已经日落了 又过了十多分钟 现在暖霞的色调更浓郁了 我现在趁还没有登机 打算去商店的机场 给我的表妹清晨买一个圣诞礼物 买了一本Golden Girl这本书 现在是晚上六点半 我已经在飞机上啦 因为疫情的缘故 坐飞机还是要戴口罩 从纽约到西雅图要飞六个小时左右 那么落地之后见 现在是纽约时间晚上12点 西雅图时间晚上9点 我已经落地西雅图啦 我现在整个人都比较憔悴 因为很困 然后我也蛮有化妆 那我现在又从Takuma机场坐轻轨 再坐公交到清晨儿的公寓 正在走去轻轨的路上 轻轨进站啦 现在在轻轨上要坐好多站 我现在来到了公交车站等车 这是我全程的最后一次换床了 目前是凌晨12点半 那边在下雨 因为很晚了 所以车上只有我一个人 我现在从大学去到清晨儿的学生公寓 刚刚在外面站久了还蛮冷的 但好在已经上车啦 清晨说等下来公交车站接我 期待见他 我到清晨儿公寓跟前的公交车站了 这位同学说要来接我 结果现在还没有出现 哎呀我好像看到他了 他在马路对面正在朝我走来 我俩已经小半年没见过面了 我现在过去找他 两辆消防车迎接我的到来 刚刚他们楼的火警响了 想了半天我们就在楼下等着 因为太吵了 现在总算停了 所以我们打算上楼啦 我们马上就要到清晨儿的公寓啦 哇哦 我们现在参观一下房间 从玄关进来有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有冰箱 微波炉电磁炉和烤箱 这边是一个吧台 可以切菜做饭洗一碗吃饭 旁边有高脚凳可以坐在这里 再往里走就是卧室跟卫生间了 旁边是客厅有沙发茶几和一个非常大的电视 看这些清晨儿给我准备的圣诞礼物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 但还蛮可爱的 谢谢他 我们等一下打算去公寓看看外面的设施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这一层的study room 每一层都有两个 就有一点像college里面的common room 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study room 可以坐很多人 对面还有一个小一点的 最后我们下楼看看 我们在一楼的lobby里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圣诞树 旁边是休息区 这边还有一个很宽敞的会议室 穿过院子这边有一片很大的活动区域 有很多沙发桌子椅子都可以坐着学习 这边有冲咖啡饮料的地方 就可以直接自己拿这个咖啡机冲 前面有一个健身房 感觉还挺不错的这些设施 很大有很多器材 这儿是一个桌游还有乒乓球台 现在我们就要回去啦 现在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我刚刚洗了澡打算睡觉了 那么今天的vlog就到此为止啦 实在是很漫长的一天 明天我们打算去Chinatown逛一逛 那么一起期待一下吧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